趁車子 我們現在在布雞 finden嘗了 明天去PP島 所以今晚不會租車去巴東 那我坐什麼車? 那我坐單車 接著我來 怎麼會是踩單車呢? 其實我們就在K-Loop 訂了車去巴東 K-Loop的價錢夠便宜 不過司機要等十多分鐘才來到 就是這個豪華Van 網上付款 228元 40分鐘之後我們到了 這間就是杜叔一宵的酒店 這樣的酒店也好介紹 10月份每晚價錢只是190元 廁所乾乾淨淨 還有一個露台仔 明天去PP島才煮好一點的酒店 現在早上9點零十分 接去碼頭的司機就準時來到接我們 在哪裡?去長洲嗎? 大二三 你呢? OK 這邊 後船室這裡有很多食店 就算一早坐船也不怕鑼親 我們就是坐這隻大船 去PP島 船上面不切滑位 坐到凍 那怎麼辦呢? 我們就上來加班曬太陽 兩個小時的船程 我們終於下來了 現在就要去排隊 每人給20元 酒店的長尾船來接我們 客人就先上船 行李就會職員幫你拿 看看這邊 多漂亮的海景 哇 迷人的海景 還要是高高地 雪櫃 雪櫃 每日免費 廁所都不錯 一個露天沙泡 拿了房間 就逛下沙灘吃午餐 你看 我們的午餐多豐富 酒店對出的沙灘 剛剛水退 哇 你看花那麼綫也有 踩到這隻海膽就糟糕了 有海葵但沒有小丑魚 哇 這裡有隻石頭魚 這裡的羊羹皮好像挺漂亮 很紫色 下午5點半 我們就來夾骨 就可以了 PP島最旺的地方 就是通了市中心 生活百貨 按摩餐廳 什麼都有齊 Sawarika 不覺不覺行行行 在這個島上 居然有一間這樣的酒吧 哇 走到一個多小時 走到腳都疲人 坐下吃晚餐 想知道PP島還有什麼好玩的話 就留意我們明天的Youtube啦 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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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裡